巨大爆炸声响起乌克兰人穿着军服奋战 这不是现在发生的乌俄战争 而是2019年在乌克兰上映的电影 早在三年前 这两名乌克兰导演就已经预言 俄罗斯必将入侵 当时的电影结局描绘乌克兰获得最后胜利 但他们却也付出代价 因为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到处都能看见万人走 多说人生如戏 但把电影内容和正常对照一看 几乎没什么差别 这群电影人现在把镜头对准俄军 记录他们如何残暴对待乌克兰人 随着俄军退出基辅 有时间受访的还有这位乌克兰主播 他是第一个宣布乌俄开战的新闻主播 他说战争开打当天 他就和其他乌克兰妻子一样 送自己的丈夫上前线 只是身为新闻人 他只能回到镜头前传递发生的战场上的真实 主播说开战至今 他都在等待 凶能有头有尾 在镜头前宣布 战争画下句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